我們開始啊 會那個 Gigi你有看過吧 沒有 你完全沒看過我們節目嗎 沒有 欸你知道我們收視率很高耶 一堆人說要贊助耶 我們都不接耶 那你說一下我要幹嘛 開始吹 哈囉 現在我們聽眾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是GG斯密達 在危險的邊緣 瘋狂摩擦 GG Yeah OK 今天呢又是我們的這個大來賓環節啦 我是大成 我是小碧 我是Betty 你是Betty 但是 你在是Betty之外 你也是很多很多title的Betty 如果讓你選一個你自己最中意的 你會說我是什麼什麼什麼Betty 現在 PSG還不錯 你要先說我是S14春季冠軍 我都很謙虛的很謙虛的 OK那重來一次 啊要重來 對對對 那 我才是S14冠軍的PSG A.D.Betty OK 水了水了水了 OK 可以囂張一下 既然你都選了這個title 我們就從這件事情開始聊 你們最近剛拿下了SHG嗎 想問的是你有預料春爵的對手是他們嗎 因為我們是先3比0CFO 對 然後 那時候就覺得他們狀態不太好 嗯 然後 我們打上SHG的時候是3比2 所以就是心裡有點覺得就是說 對上CFO的話我覺得我們會贏的更簡單一點 然後 然後 也覺得 SHG跟CFO打CFO不一定會贏 因為打他們的時候其實我們打得也蠻辛苦的 第一次打是3比2嘛 打滿 對 那如果說 你 因為你說了嘛 打CFO的時候你覺得他們是狀態不好 好 那你覺得如果他們是狀態正常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預料會是CFO還是 因為我覺得光是看ID 就 我就不覺得有道理 該輸 喔喔 該輸 對 我就覺得不會輸 你是說CFO不該輸還是 對 我覺得CFO不該輸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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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了解 那在SHG 雖然你們第一次是3比2 然後第二次是3比0拿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讓你比較印象深刻的對手 我覺得在後續的 就是 3比0其實跟我 沒什麼關係 我們打SHG的時候 最後的決賽 說實話都是 因為 戰局都是在 中上野 對 那下路 中上野 對 因為我跟對面AD就是 大家 我們兩邊都很懂自己的定位在哪裡了 哈哈哈哈 然後 下路選出來的角色 然後 就是注定你不會在下半部打出 很大的 就是你不會在下半部展開戰局啊 前期不可能會在下半部 你一波我一波大家吃兵啊 對 就變成我都跟他吃兵 然後 戰局就是圍繞著其他路 然後剛好我們這邊都是打贏的 那遊戲就贏得很快 那我就是做好 我能做的 選這個角色我該承擔的 這個 就是 因為我都是在一打一嘛 對 那 今天你一打一你這邊就像 我就是變成了原本我上路 該做的事情 對 就原本不是都在下 下面4個人嗎 然後上路就是一打一 然後你就會指望 上路是贏線的 對 那我就換成我是那個車 你是下單 然後我 我是下單 然後我就在下路我得贏線 然後 就贏更多的話 就是對隊伍有幫助 在那時候 對 那你沒有跟隊伍說 欸 我就無聊 我很無聊 我很無聊 你們要不要來我這邊玩一下 有啊 我第二場有說 我第二場選了史茅德嘛 對 然後 選史茅德還想把隊友叫來啊 沒有 我選史茅德 然後到了我已經覺醒了 我就說 欸 我現在還能打 差不多啦 可以來打 然後他們 然後有一波是 我TP剩 我TP還要10秒 然後我就說 他們下路在打 就 阿智那邊被追嘛 他玩 雷克薩被追 然後他們就說要打 然後我說我10秒我到不了 他們說沒關係 我們可以打 然後最後他們又贏了 然後打贏了 我在中路拆塔 我自己一個人在中路拆塔 然後我就說真的太沒意思了 哈哈哈哈 真的太沒意思 因為我那角色就是要一直農 然後農到了 就是我覺醒了 對 我開始爽了的時候 他們又打贏了 我就說 這我就玩不到 哈哈哈哈 你是隊伍的一個保險 對不對 保障下限的 對對對 但你們第一次對上 就是SHG的時候是3比2 那會不會我自己的想像是 在整個季後賽 你們自己團隊內 最high的 應該反而會是 那一個獲勝吧 因為其他3比0 好像就會比較 平淡一點 一定是啊 你打3時局 你2比2 最後贏下來的那個 你身上限速分泌的 很高 太多了 因為那個一贏啊 我就立刻跟盧宇宏說 我快嚇死了 就是那個贏了真的是 太爽了 就是你贏 就是 你如果說那個決賽 Reach 那個爽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哈哈哈哈 OK 那也恭喜 順利的拿下這個S14的春冠 算是跟老隊友合體之後 打出了一個不錯的成績 那也要聊聊就是 我們Betty她的一個 從小的成長軌跡 是怎麼樣成為 現在的一個職業選手的 然後我記得 我們在那個去年的 那個閃電郎十多年 時光的時候 其實有稍微聊過一些 以前的事情嘛 嗯 那但是沒有仔細的 聽你講過自己的這個 成為職業選手的一個過程 請問你是從小就 電動天才嗎 從小就常玩遊戲嗎 小時候 我就 很常去網咖 因為我也不愛讀書 多小 我從國小 就去了 國小 零用錢就拿去打網咖 我已經忘記之前是怎麼拿到錢的 我已經沒什麼印象 但反正就是我會有錢 去打網咖 因為 紅紅的媽媽很疼她 所以我覺得她一定是從小就是 學像那種零用錢很多的小胖子 就是可以去福利社買很多零食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會去 網咖嘛 然後 然後 就蠻神奇的 那時候有三個 成年 就是我 應該三四十歲的 然後 那時候 魔獸 就是海民霸權嘛 就是他有 裡面有三國 跟信長嘛 嗯 然後那三個大人 我忘記我怎麼認識那三個大人的 然後我就跟他們玩 就 不知道為什麼我一聽 突然跟他們一起玩 嗯 然後 但是他們玩的是三國 是坐在你旁邊的大人 對 你一個小學生跟他們玩三國 對 我跟他們玩三國 他們也不會嫌你脫油品 他們還希望我跟他們玩 因為我很強 不是啦 還carry這些老頭 對 我跟他們玩 然後後面就是 我覺得這也算是慢慢欺累自己 DOTA遊戲的一部分 呵呵 那三個阿伯就 就這樣子跟你玩多久 就 我有忘記就是 因為從我開始長大之後 我就很少去網咖啦 嗯 那時候去就是 幾乎他們就三個都在 都在是不是 對 他們三個就是朋友 那他們會請你喝奶茶嗎 哦 我不記得了 呵呵 太久了 太久了 所以三國 還是信場 反正都有 三國 三國為主 就是你的這個 算是電動遊戲的一個啟蒙嘛 對對對 那你記得接觸到英雄聯盟是什麼原因嗎 嗯 算是我 親戚 帶著我去玩 他說因為 我也有玩信場嘛 然後他也有玩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 英雄聯盟一出的時候 我們就有去玩 他就找我去玩 那時候多大 2012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國小快升國中 呵呵 好小喔 我忘記了 然後是在家裡還是也是在網咖 嗯 都有 但後來家裡就有電腦 呵呵 那你媽就一直讓你玩嗎 媽就是屬於 我不要出去 亂搞就好 黑社會就好 就可以了 呵呵 就我跟妳講說真的 大家都說 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 我覺得打電競的孩子也不會變壞 根本沒有時間變壞 最多就是在網路上跟人家罵起來而已 最多 呵呵 對啊 哪有時間出去學壞 確實 而且我記得 因為洪洪媽媽還跟我說過說什麼 路易宏小時候 小學 什麼運動很好 喔真的假的 是是小學時候是運動高手 有這件事嗎 有我小時候 接力棒跑最後一棒的 對對你看你信嗎 你信嗎 他小學接力 你幹嘛這樣 你現在是說 怎樣 說人家體態不行 不是不是因為 閃電郎以前每一個都說自己是跑最後一棒 我真的跑最後一棒了 呵呵 然後我們真的去跑的時候每一個都跟我差不多 欸 那個現在不一樣 沒有都國小的事啊 那如果現在來比的話 你們應該是誰 就咪咪蛋吧 咪咪蛋一定是第一啊 現在肯定是咪咪蛋 那肯定不是我啊 再來可能是喀莎 我才應該沒有 你可能是跑中間棒次 沒有我不覺得喀莎會跑第二 我覺得他應該不行 喀莎跑跑會吐 那熊問男跑得動嗎 我不知道 熊問男也說是最後一棒 我覺得咪咪蛋會是第一 咪咪蛋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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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都 都差不多 真的不好比 呵呵 那時間拉回你開始打摟嘛 國小升國中升 那是什麼時候開始展現這個 可能真的有競技上的這種天賦 應該從國一開始 國一這麼小 嗯 就 其實也蠻神奇的 有時候我有一次 我回我老家澎湖嘛 然後 我那時候是 帶著筆電去玩 筆電 有帶鍵盤滑鼠嗎 呃 我應該有 對 要搬怎麼玩對不對 有滑鼠有滑鼠 然後 因為那時候 好像 就是我會跟別人要路 哦 但是別人不會讓我路 然後我那時候 你那時候是要哪一路 要中路吧 我忘記了 我那時候就 但我那時候只有 金牌 然後要升白金 然後我就跟隊友要路 因為隊友都不會讓路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最快的方法就是 我就跟別人講我是來 來carry的 沒有我是來帶鍊的 哦 對我是小帶 對我是就是 我反正就來carry 就騙他們 對我騙他們說 我是帶鍊的 對我是帶鍊的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那個 代打的規章 對對對 然後我講完這個 然後我要到路了 然後我忘記是過幾天 突然出現這個規章 然後我那個帳號就沒了 哈哈哈哈 真的就是 我覺得 我整個人就很猛烈 而且有數級既往 對對對 整個人就猛烈 然後我還去找上司 我說我只是開玩笑 我只是要位子 然後那個帳號到現在都拿不回來 所以我後面就拼辦了一個 而且我那時候剛上百金 所以 我還哭了 那個號 肯定哭肯定哭 我哭了 我上百金 而且我打很久 是認真落淚那個 認真落淚那個 我才國中 欸小時候 風之谷被到帳號都會哭好不好 對啊 不是風之谷 那個是因為你有儲值吧 沒有沒有 是你有 心血 對 我就哭死 我那時候練的 我就覺得為什麼我會被這樣推待 你知道嗎 超好笑的 然後 我後來就新辦一個 就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新辦一職 然後我練到30等 對 然後 我突然就上鑽石了 就突然就上鑽石了 對 而且我那時候音很深 就是我每一條路都玩 然後 我那時候是玩 中路玩安妮 然後上路玩雷文 哈哈 又是一個雷文神 就一些很奇怪的英雄 那個時候是S幾啊 國一S3 S2 S2 所以TPA還沒奪冠就對了 還沒有 還沒 我那時候是S2 然後 我還印象深刻我的戰績 就是我的勝率 我是45升15敗 然後上鑽石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可以上 然後後來 打到鑽1 99分就一直卡住 因為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都好像都 會卡住 他就是卡住 欸不對啊 你如果說S2 那時候根本就沒有鑽1啊 那就是S3 那時候是分數啊 2100分 我沒有打過分數 喔有 我帳號被封的時候是分數 就可能是S3 S4 然後後來就是換成鑽石 什麼鑽1 我又卡在那裡 然後一開始會卡賺199分 你一直贏就加0分 加0分 上不去 那是Bug嗎 就是你影機沒到 影分沒到 對你影分 不比上面的高 嗯哼哼哼 我覺得這也算 浩被封之後 突然就 意外的覺醒 對就覺醒了 欸那那個時候 生氣了 你就是五路都完 嗯 然後也還沒有開始看比賽 完全沒看比賽 你知道有職業隊嗎 那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 然後對我只 我完全不知道有比賽 我完全不知道有職業選手 阿後面怎麼知道 阿後面怎麼知道 後面因為真的 打到很高分 而且我那時候 還有跟一個人 玩的蠻好的 一個叫什麼 神之左手小慶慶的 一個玩稻草人的 怎麼聽起來名字很奇怪 就沒有那時候 他是一個直播的 然後我有看他直播 然後 因為那時候 不是都會有5v5的 那個戰隊 戰隊幾分 對 然後我就會跟他玩 然後 也算是在那時候 累積了蠻多一些知識的吧 然後 後來就 分數也打高 然後開始 好像漸漸的知道了 職業隊這個東西 主要是因為你分數打高以後 你光排你都會排到那種 職業選手 而且那個時候很流行 職業選手的號是 譬如說 TPA 誰誰是 TPABB 然後他的ID就會叫TPABB 後來大家可能覺得這樣有點羞恥 不想被認出來或怎麼樣 那時候是流行的 那那個 那個時候你的同學也都有在打嗎 應該比較少 所以你就自己默默的在玩 因為我在學校我也不怎麼講話的 我在學校我就是 但是 我都是只忙於我自己的事情 OK 該不會是坐在那個角落靠窗位吧 那個 對我來說那是最舒服的 哈哈哈哈 對 然後 我覺得那時候 主要還 後來我覺得會比較了解職業隊是因為 我也有看 TPAB奪冠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多人在看 那個時候已經是紀錄片了 是不是 就是0到100的那個紀錄片 沒有沒有 就是現場在播 他們在打 那就是S2啊 對那時候我就看了 哈哈哈哈 我就有在看了 所以就知道有職業這件事情 因為那時候我就有在玩 然後是看了之後才知道 喔 原來這遊戲 是這樣的 那有向往 就那個時候看完TPAB 我就覺得說我要跟他一樣 這樣 我要跟BB一樣 有很熱血 就是很想打 他 他進來閃電場的時候是打野 對嗎 你業餘是玩打野 對對對 那你那個時候看TPAB的比賽 因為你還是一個小朋友而已 你是真的就會覺得說 我可以跟他們一樣嗎 沒有 我那時候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覺得 會覺得很遙遠 覺得他們很酷 只有這樣而已 那你真的發現自己好像真的很能打 是什麼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不是玩打野的 就是我 也不是打野 就是我玩什麼AD 就是我隨便玩 隨便玩 後來 因為打上了 因為我說了嘛 我賺1卡99分很久 後來真的上去之後 我就開始玩打野了 為什麼會決定打野 不知道 可能我在線上打不過人 線上打不過人 對我覺得那時候應該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我玩很多AD 然後也有玩其他路 但發現越玩 越打不過其他人 那怎麼不是玩輔助 輔助那個跟小蛇一樣混一下 沒有我 完全玩不了輔助 就是我不喜歡玩輔助 對我後面就玩打野 然後 我就玩打野後來 開始就一直上粉 然後第一次碰到菁英的時候 我整個心腦都在跳 就是我那個菁英框跳出來 我整個人身體是在抖的 就是覺得 哇 打王了打王了 對 而且就是上菁英那時候 我整個人就是虛脫 就覺得 太屌了我自己 那你有 你第一次遇到菁英的對手 你有覺得 真的好強 我打不過嗎 有啊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土龍 你知道嗎 土龍 因為我那時候玩打野 然後那時候土龍很強 但是他也還在打 然後他都玩伊芙琳 然後那時候是買 可以騎手買藥劑的版本 他都玩伊芙琳 然後騎手 他會買藍色的藥劑 亂殺 嘎嘎亂殺 我被他殺爆 我整個人就是懵了 因為我 我可能是 先吃藍buff還是紅buff 然後他就過來 把我紅buff撐掉 然後 然後我就死了 然後我在出門 他已經在等你了 又在等你了 我出門打藍buff 然後他又把我殺掉 我整個人崩潰 然後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他 那你被他殺爆了 你的感覺是 我暫時不想玩了 還是 不然我就覺得真的太強了 我不想再遇到他了 你不想再遇到他 那時候就這樣 沒有一種征服 就是我要研究 我要下次打爆你 那時候 沒什麼感覺 只是覺得我靠我怎麼會被這樣殺 哈哈 對很慘 後來隔了多久 你有再遇到他 發現我好像打得過嗎 沒有欸 我就沒有的影響 但我只有影響被他殺爆 可是在這個排位 職業前的這個排位過程中 他就是你印象最深刻 那時候就覺得為什麼我會被這樣 一座高山 對我就到現在都還會記得 就覺得哇真的太痛苦了 你後來加入PSG 他那時候在PSG的 欸不對你沒有 BYG 在BYG 你有沒有跟他講這件事 有啊我跟他說過啊 我的影響就是這個啊 哈哈 那時候真的太猛了 那他應該覺得很得意 不是啊 他那種就 有他的遊戲理解可能理解 你在那邊大人打小孩 然後在那邊這樣抓 一定是啊 對啊很壞 說實話 欺負國中生 真的是國中生啊 對啊 真的國中生 對在那個網路上罵人說 欸你這國中生 去念書啦 不要在那邊打 人家真的是國中生 我跟你講說到這個 還有一次是 我 我也是玩打野 我忘記玩誰 我可能玩卡利斯吧 然後我們吃大龍 然後我那時候上路是Leaf 然後我忘記其他路是誰 但我印象最深刻就上路Leaf 然後對面 打野好像是多多吧 還是誰 我忘了 反正他玩萌多 他就走進來 把我大龍給撐了 蛤 把我大龍給吃掉 搶掉 然後我們是大順風喔 然後我們那場就被翻盤了 然後Leaf一直罵我 就反正隊友四個 就一直狂噴我 一直拚一直拚 對 然後後來那場我就覺得還能贏 然後我也沒有打字 但是隊友就 一直罵 瘋掉 他們已經不想管輸贏了 就覺得這個 因為那個大龍其實掉得很離譜 就是他可能從上面這樣走 我心來 很順手就拿走了 走線就拿掉了 然後那場後來就輸了 我就 那是你多大的事情 應該也是國中 都是打職業之前 對 但那時候 我已經很高分 然後被土龍虐的時候 我還沒有那麼高分 被搶大了是很高分的事情 對 OK 所以你那個時候就等於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台服高分路人嘛 然後後來是怎麼樣有了加入職業隊的一個契機 我高分的時候我有 就感覺我應該 就是我漸漸了解到電競 然後我有去 我有點忘記問誰 我好像有問過西門吧 哦西門喔 你認識西門 高端有加過好友 可能這樣子 我應該不算很熟 但可能就是rank有遇到 哈哈 我忘記是問 反正我就問HQ 然後 還有 我還有問誰我忘了 然後那時候我跟范子惟很好 對 對 然後就問 然後他們都說我年紀 太小 我那時候是14歲 還15歲 14歲吧 真的太小 然後他們說在養你 白癡白粗 哈哈 對 然後就 都沒有 然後後來是閃電狼 找的 在你15 還16歲的時候找你啊 應該是15 15歲 那樣了兩年 對對對 當時是怎麼樣的一個場景 就是可能教練發現 喔這邊有個不錯的台服的苗子 找來做的這樣 是嗎 坦白說應該是 但我完全沒印象 就突然有一個小夥子出現在 哦 我想起來 那個時候很好笑 青島 第一次 去打那個跟波波尼對不對 對 還有Galala 對Galala 那個時候有一個 線下賽 然後是 就是可以讓他們這些未滿 17歲的小朋友去打的 然後我們就組了一個這樣子的陣容 然後波波尼 Galala都有一起去 然後那時候是 陸玉紅去打 打野 打野 好像打的也不怎麼樣 是一個那種邀請交流賽 交流賽之類的 對 對 可是那個時候他已經是電量的訓練生了 呃 我們那時候想要簽他 嗯哼 那時候還不是 那時候還不是但是就是 找個路人來打一下這樣 高端路人 然後有意圖這樣 就是想順便把我拉進來 對想要順便拉進來 對想要順便拉進來 然後也看看說 到底他打比賽會長什麼樣 嗯哼 對 然後後面他就進來了 那我印象超深刻是 因為他長的就是國中生 他現在長的也像國中生啊 不是 但那個時候是更像 就是領子衣服就是都 會翻起來這樣 翻起來鬆鬆有波浪的 然後穿一台海灘褲 然後 那是他的標誌好不好 海灘褲是他的標誌 對然後就是小朋友 然後黑黑的 那時候就曬的黑黑的 然後就是戴個土土的眼鏡 然後會這樣突然站出來 對然後 戰馬特別照顧他我記得 因為戰馬對他寄予厚望 嗯哼 所以我才會對他有印象 可以這麼說嘛 雖然是馬哥找你的嗎 嗯哼 我忘記真的找我是誰 但是我進來之後嘛 馬哥就是在旁邊一直 一直 對 一直嗶嗶你 對 算是指導吧 就是 算是把他的觀念交給我這樣 你那時候會覺得 很有道理 還是覺得閉嘴 不會啊 就是 因為那時候剛進來就覺得 就是跟著學啊 哈哈 但鱸宇宏其實是一個 小聰明很多 而且 就是 很 很容易會有壞心思 不是 就是 就是因為真的腦子算是聰明的那一種 所以你那時候內心都沒有覺得說 不服氣嗎 還是 真的因為很小很菜 就覺得他講的都很有道理 嗯 那時候就是覺得都講的很有道理 而且你那時候是玩打野的嘛 對 所以打野就是很多關鍵的東西可以學 對 那你當時進來到你真的正式成為 呃 隊員之前 這一段歷程中 你比較有印象的一些 可能教練也好啊 或者是可能管理也好啊 選手也好 又誰 嗯 其實 比較有印象 我覺得還是只有我自己把 排位打得很高吧 嗯 就是我 就覺得自己其實是 因為後來就是都打韓服 然後我韓服的分數很高 然後就覺得自己應該很能打 他那個時候 呃 是高一嗎 還是什麼時候 你什麼時候開始進來的啊 我很早就進來 我記得很小 對 然後他 高一吧 高一嘛 因為國中應該是不能進來 高一 然後有一次是 什麼時間大家在放假 他自己就默默打到韓服第一 對不對 韓服第一是已經成為隊員 已經成為隊員了 對 那時候是第四 第四 韓服第四 哇 高一就打上韓服第四 對 所以算是很厲害 那時候是打野 打到第四 打到第一的是ADI 對對對對對 好 那就來到了你正式要加入成為隊員的時候嘛 那你一直以來都是打打野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閃電狼找他的時候 真的是想要把他拿來當打野培養 還是覺得 反正這個人分太高了 不能去AHQ 一定要留在我電狼 是不是這樣 是 是 一定是這樣子啊 怎麼可能給別人 因為其實你們很明確有CASA在那邊嘛 對 但是這個人不可能去別的地方 一定要坐在我這 而且進來可以說服他轉路啊 哈哈哈 真的是這些壞人 真的很壞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當然當然 而且他又是台中人 你不覺得這一切就是緣分嗎 就這麼的巧 兵不厭詐 這沒有詐 而且洪洪進來的時候也知道有 就是這些選手 什麼CASA啊 什麼都在 那你在進來電狼的這段期間 你本來是覺得你會是打CASA那個位置的嗎 對啊我完全不覺得我比他弱啊 哈哈哈 真的啊 就是我不覺得我會比他弱 那你幹嘛同意轉路 因為這樣我才能當政選啊 你不會覺得說那我就跟他拚嗎 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 那我有一個更輕鬆的路我幹嘛不走 我直接就當政選啊 對你看他就是轉很快 其實每個人真的不一樣 有的人就會覺得我就要跟他拚 我就要跟他拚 我就要競爭那個位置 我比他強 那你就是 欸好我打跟AD 那時候拚我也不覺得我會輸 只是 我AD更快啊 而且我覺得我AD也很強 哈哈 所以你那個時候是 本來就AD也打很多嗎 嗯 其實AD那時候就只玩一隻啦 就是玩路線 對 但是也覺得OK 就也覺得 這算是一種我能最快當政選的機會 所以如果是轉中或轉上 你也都去轉 嗯 那不好說 現在我也不知道 我那時候 會 但 那時候AD確實我就轉 但是其他路我不確定 哈哈 欸那那個時候 你不是也在哈士奇打了一年 嗯 那個時候會覺得打次級聯賽那些 就是對手 就是都太弱嗎 也太 你那時候在打的時候 就會有這種感覺嗎 嗯 會覺得 就是 只論我待在角度 我確實是會玩的比 他們好 但那時候我覺得就是 就是 我也沒有強到就是 可以直接贏 就是 Carry整隊 對 就是我知道我會贏對面很多 但 也有一些 比賽我是沒有贏的 對就是 我知道 對面跟我有差距 但是我沒有辦法讓這場遊戲贏 嗯 就是我覺得真的厲害就是 那時候我要厲害到 你可以帶著隊友 對我可以就是進去 我就知道我會贏 嗯 那時候沒有我只知道我比 我會比對面 對位會贏 我會對位贏而已 但遊戲不一定會贏 所以你覺得這個差是差在 如果現在回頭來看 嗯 回到當年同時的 同樣的實力 但是你有現在的理解 你覺得你可以帶著隊友隨便虐 現在回去一定會虐 一定會虐 對 所以差就差在這個 經驗跟理解 而且那時候我覺得那時候我是 只知道刷野怪 因為那時候的版本就是 打野狂刷野怪的版本 就是我會贏對面很多 但是我不知道 怎麼讓這遊戲贏的簡單一點 嗯 那你在正式 正式成為閃電狼的這個 正選隊員之後 然後就開始征戰LMS 那當時其實本來 電狼就是LMS的一隻競旅 甚至就是長年的冠軍 那你在這樣的一個隊伍當中 其實你會覺得你有帶來 給隊伍的一些變化嗎 還是就是這隊伍本來就很強 我在這邊就是個工具人 其實我覺得我在閃電狼 待的時候就是 有點太犧牲了 我覺得我在閃電狼待了 就是因為 都是圍繞著其他路在打 AD永遠都是比較被動的 所以那 但我那時候自己也沒什麼感覺 我覺得就是照著 隊伍的要求走 原本的樣子 對 而且對啊其實像野輔 大家都很有經驗的 然後可能蛇蛇就去遊走了 你就欸那下路別死 那時候就是 我會聽他說 你就該這樣 那我就OK 就這樣打 但是那是前兩年 第三年呢 因為第三年其實 打野 中路 輔助全部都去LPO了 對 第三年沒有改變這樣子的一個 遊戲風格嗎 也沒有改變 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已經被套住了 你知道嗎 你的觀念已經被套在那裡了 你改變不了了 我是到了LPO之後 整個人就是覺得 以前就 我以前就不該那樣玩 就是我到LPO 然後也打了很久嘛 然後 其實也就漸漸的改變了自己玩法 你有覺得如果是 你在閃電狼的期間 你就改變了自己的一個遊戲風格 甚至是你可以去跟 影響隊友的遊戲風格的話 你們可能走得更遠嗎 我覺得一定會走得非常遠 但 我們應該會很多吵架 就是一定是 架一定是吵不完 但是 走得更遠是一定的 而且我覺得會遠很多 其實這個 我不確定時間點會不會記錯 你是有跟咪咪蛋當過隊友的 有 那咪咪蛋也說 他說奇怪 他也覺得他是在團隊中犧牲尾 犧牲尾 你也 AD也覺得自己是犧牲尾 所以到底 整個團隊到底誰 誰在得到大家的犧牲 就是除了我們兩個 就是 對阿 中野府 是是是 但咪咪蛋可能犧牲的 會相對於我來說 再更多一點 因為我們那時候 有一個打法是 他永遠都會扣一個TP 然後他一定要喘 但其實 你看比賽其實沒什麼人 在這樣玩 因為他那樣玩 他就是掉扇子兵 就固定他輸對面 上路 經驗 固定數等級 但那樣玩他就是 他線上就會劣勢 但我們下路就會很幼 就我們都會 4月2 可是你這樣你還覺得 你是犧牲尾 對阿當然 就是 撇除這個以外 輔助跑線 我就是在犧牲 對阿 但是輔助跑線 這不是很正常的嗎 很正常阿 就是你遊戲也可以贏阿 只是 顯得你AD不是那麼重要 喔 然後 如果 輸了 那就是你AD很有問題 或者是你上路很有問題 就會變這樣 喔 因為如果輸的時候 你就會 我們AD為什麼輸刀 我們上路為什麼輸等級 但是沒有看到犧牲 那贏的時候 就喔 就你該 你趁局勢 你沒有carry 你趁局勢贏了 就變成這樣 而且最多留言的 都是這樣說 嗯 了解 其實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 很容易被放大 那時候我就覺得 就是這樣玩 嗯 了解 可是你不會看到 可能其他聯賽 像 你在 你在電郎這段期間 包括很有名的那時候 其實RNG就在打四寶一 嗯 那你不會覺得 完全截然不同的遊戲理解 然後 他們也一直在贏 你會怎麼想這件事情 嗯 其實我那時候 比較少有 那種想法 只是覺得說 喔 UDI真的太強了 嗯 對 我很少有那種 我應該也要這樣玩的感覺 你不會很羨慕嗎 覺得說 欸他怎麼可以有這樣子的 待遇 嗯 其實還好 我多的是覺得 他一定是很強 才有這種待遇 所以人家才會這樣 對 不是說 他們願意這樣子做 而是他很強 才會圍繞著他打 那你也覺得你很強啊 對 但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們這個打法也對 也一直贏嘛 對 對 因為在聯賽是一直贏的 對 所以就沒有 就不會特別去想說 要去改變什麼 也不會特別去提 那有沒有你在LMS時期 最有印象的一個對局 或是一場比賽 嗯 我覺得比較少 因為 那時候 隊友真的都太強了 嗯 在LMS 但是你 你除了KASA 你也有跟Mujin合作過 嗯 對你覺得是有差別的嗎 嗯 嗯 因為兩個都 那時候都是很頂尖啊 對 我覺得 沒什麼差 沒什麼差別 哈哈哈哈 整個團隊 就是我覺得大家已經打成一個 公式 已經有一個模型 所以放誰進去其實都很強 而且 我們那時候 摳還是捨捨 所以我覺得 整體 沒有差太多 嗯 哈哈哈哈 那同樣是在LMS期間 你有合作過 就是讚馬啊 牛排啊 這幾個教練 對 那對你來說 他們有什麼 不同的地方 或者說 你有什麼 比較印象深刻的東西嗎 嗯 兩個教練都 很棒啊 哈哈哈哈 這個表情 嗯 但牛排 我覺得就是 你覺得他們分別 風格哪裡不同 牛排有的時候 比較兇吧 哦 我覺得牛排 但他兇 都兇在 上路 蠻多的 然後 可憐的咪蛋 我覺得牛排 很信任風堂 哦 就是 他應該是最信任風堂 然後他覺得風堂 可以把遊戲帶向勝利 嗯哼 對 然後BP上也會比較圍繞著 重路 在處理 那馬哥呢 馬哥其實 我覺得幫助我們 心態上 蠻多的 哦 對然後 也算是 因為他不會像 牛排那樣 就是 牛排有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太兇了 有點太能噴了 那馬哥 還好 然後 我覺得在BP上 兩個教練都有自己的風格 嗯哼 那但是 你在 LMS的時候 你在電量的時候 跟馬哥合作過 你後面有想過 馬哥可以拿到世界冠軍嗎 就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一直離我們很遙遠嘛 我一直都覺得 教練會比選手好拿到冠軍 呃 沒有啦 你要說機率 一年只有一個冠軍教練 但是有五個冠軍選手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有朋友的選手 更強啊 對啊 就會相對來說 因為 也不是說我們比較弱 是我們就是 都很難啊 是冠軍都很難 但是我覺得 到了那邊 然後如果是馬哥 因為馬哥 我說的就是 心態管理上 我覺得 在 教練上 更為重要 嗯嗯 就是實力有的五個人 再加上一個好的心態管理 他就會湊成一個很不錯的拼圖嘛 應該說 我覺得馬哥拿冠軍 確實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 他可以讓 對我的氣氛 稍微好一點 嗯 然後 因為當你五個人都很強的時候 其實遊戲的內容 反而是選手會告訴教練 哦 我聽過一派的選手說法 確實他們會覺得 教練不管多強 遊戲理解都不會比選手 更 更好 對 所以你是這一派的 我肯定是這一派 因為 選手就是天天都在打這個遊戲啊 你教練 雖然有在看 但是 更細節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知道 嗯 所以我覺得教練 心態上管理選手 更為重要 嗯 因為選手通常都比較玻璃性 真的哦 我覺得選手通常都比較玻璃性 確實確實 對 比較拒銀一點 對 你覺得自己現在 還算是一個拒銀嗎 我不是啊 我一直都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 他算是心態比較好的 而且比較 算是 呃 理智派的那一種人 欸 那誰是誰是 你覺得誰是 嗯 不好說 沒有可以說的 我以為你會講一個那種 不會得罪的 嘴塌一下也沒事 不會不會 OK好 那剛剛有聊到馬哥 來到LPO 那馬哥在LPO 那你帶了 頂級天賦的 選手嘛 那其實你自己 也有 來到LPO征戰過 也有跟頂級天賦的人 做過隊友 那你第一個加入的LPO戰隊是 當時2019年結束 進入2020年的RNG 嗯 而且在那個時候 你一加入的時候 就馬上拿到了一個得杯冠軍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那一段的故事 你說得杯冠軍嗎 沒有你加入的故事 你怎麼會加入RNG 對 就首先 有沒有你有王牌經紀人小畢竟 沒有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肯定不是 加入RNG就是 因為我很常跟物資打到 嗯 就跟YULA打到 任何比賽 RANK或訓練賽 其實那個時候是有打的 哦 就也蠻多的吧 我覺得其他大賽上也有遇到 然後 他對我印象好像還不錯 這個問題我有印象 對 然後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他的群眾 因為我都有會看他的比賽 他的個人 他的第一視角 對 算是 有稍微交流過 嗯 對然後 後來因為他好像 他以自己有想要稍微休息 然後他好像就有 推薦了我 我補充一下 其實那個時候我記得是S9的世界賽 我也是這個裡面的其中一員 對 嗯 欸不對 是S8 S8的世界賽 你是說碰到的時候嗎 對 S8世界賽那時候 的訓練賽 閃電王跟RNG打了很多 然後 那個時候 小狗就覺得 紅紅很強 因為那時候他才剛滿17還18歲 然後 就可以 有些訓練賽的表現是可以 讓RNG覺得很驚豔說 哇這個小AD怎麼這麼強 這樣子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S9的時候 結束的時候 對小狗其實自己主動跟 隊伍推薦說 他覺得Betty 值得搶下來 你知道為什麼我推薦這件事 超級有印象 因為RNG那時候要 找一個新的AD 對 那我作為二隊的角度 我當然希望推我的二隊的AD 上去RNG一隊 而且 還是一個曾經待過一隊的走A怪 那時候ABLE 對 但ABLE有他其他方面的各式各樣的考量 然後 然後 我記得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就是 事業跟我說大神 我們應該會用Betty 然後 原因是 烏茲說過 就是這個Betty 很強 然後我稍微教他一下以後 他應該會很厲害 對 是有這件事情 對 那他有教你嗎 後來 完全沒有 因為他那時候就休息了 對對對 就 我都還在期待那哪天 來露個兩手 對對對 這樣就完全沒有 他就休息 是的 而且那個時候其實RNG還有WINK WINK那時候還是打AD 但那年後來去了Esta 就我們都在評估啦 WINK也很強 WINK ABLE 然後還有你 其實說實話還有張無忌 我不記得有張無忌 我記得有在聊啦 我跟事業有在列名單的時候 對對對 我們最後是跟WINK搶 搶 對對 是的然後 當然當然 我跟你講E隊就很壞啊 我必須說 我們二隊真的是 也不能說接炸彈 就是我們當然是服務E隊的 好 那ABLE我們不要 好沒關係 然後呢WINK 最後選了Fetty 那WINK怎麼辦 嗯 丟給大神主理 後來就把他弄去Estar 對後來去Estar 沒有辦法幫他找下家啊 但是其實很好啊 因為WINK後面表現也是很好的 是啊 當然WINK在Estar打得非常好 對對對 包括我們那時候一起送去的 Crying還有小白 對 大家都打得很好 小C啊 對小C 小C也是從電郎去的 他那個時候是自己過去的 嗯 OK 好 那再聊回這個RNG 那你就順利的加進去了嘛 那加進去以後其實 當時算是 一個換血吧 嗯 除了你之外 包括小龍寶 包括教練組都有換 那你對當時 打到這個得杯冠軍的時候 你會對未來的2020年 有個怎麼樣的期待嗎 其實因為一去就拿冠軍 而且算是打破蠻多 質疑的聲音嘛 就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而且 通就是你加入了更有 奪世界冠軍的隊伍的機會 就是你整個人就是覺得 喔 一起風發 開始更有意義了 就是會覺得 喔打職業 打英雄聯盟更有意義了 是 對 所以有一段的這個蜜月期嘛 然後 後來當然 我覺得結局大家也都知道 就20年的RNG就 畫風就突然改變 極轉直下 那 對於這一段的這個極轉直下 這個過程 你還 有一些回應 或是說你的那種熱情 是慢慢在被消磨的嗎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 會沒有辦法 走得更遠 其實真的就是因為 我那時候的打法 還不對 對 因為我是到了LPL發現 其實 他們對於AD的看法 完全跟我在閃亮的時候 是完全不一樣的 嗯 他們會來養你 那跟我之前 跟我之前 在閃亮的打法 是完全不一樣 他們是主動 要讓你很肥 然後 你也要站出來 對 然後你要很敢點 對 但我那時候完全不是那樣 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我做好我自己的 但他們要求的AD 是要你能做到 而且 在前一個人是物資 他可能要求你做到兩個人 三個人 就資源給到你的時候 你要站出來 對 這個其實就是 剛剛前面紅紅提到的嗎 就是 可能因為他在電狼的體系養成 所以 他成為了一個可能 很穩 然後也懂得犧牲的AD 那在LMS其實是完全夠用 而且看起來也可以很強 對 但是 到另外一個賽區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是 很落差的 會很落差 然後 所以他一開始 他也會覺得說 欸 在溝通上會覺得 這個時候 我不是應該要站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大家會期望 我是要到前面去點 對 然後 做出我 超出我理解的 對 那時候很常 因為我們會 聊 他們就覺得我打得太 太爽了 太爽了 那時候我們有一次比賽打完 然後我們就在檢討 就大家都講出自己想說的話嘛 然後我 那時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小虎說了一句 他說 他就是希望說 AD位 要有一種 狹路相逢 勇者勝的 欸 講得很好聽 對 詩情畫意 對 他說你要有 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勇氣 你得去打 對 不管什麼情況 都不能慫 對 後來我就覺得 他說的 真的太有道理了 對 但那時候我還聽不懂 我想說 你到底想要我怎樣 哈哈哈哈 對 那你當下怎麼反應 我就 我閉嘴啊 因為他們都是大哥 對對對 那你是從 可能後來的哪一個時間點 回頭看的時候 你覺得太有道理了 你是在哪一個時間點成長 從我 離開RNG之後 從我開始板凳之後 就覺得 因為我 其實我 有 就是後來板凳 我覺得也是 合理 因為 看了嘎拉丸 我就覺得 他確實是 很強的 AD 他還是很敢操作的 會飛上去 對 而且那時候 但那時候 我跟他在輪替 他那時候還沒有變得像 現在 或者說就是 奪冠那個時候 對 奪冠那時候 就MSI 他也還在成長 他還挺能送的 那時候 但他們 他那時候就很送 但是他們喜歡 他這樣玩 因為覺得他很新 因為他也是很年輕 然後他又很新 但是他是 起碼他 敢 往前操作 然後送了 他們反而喜歡這樣 然後 他後來就越來越強 後來就覺得 我真的 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 真的比不過他 就是從我離開之後 就他在的時候 我還覺得 我其實是 我還在的時候 安爵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以跟他 競爭 但我離開安爵說 然後再看他們 他確實比我強 在那個階段 現在的話沒有 現在覺得自己最強 現在我覺得我很強 但在那時候我覺得 他的打法真的很對 而且很敢往前 就是 後來他就變成一個很穩 然後又有操作 就是他不是說 就是像我之前的那種 是慫 他是穩定 然後又有操作空間 那個時候 MSI奪冠的那兩年 大家都說 GALA也是下單 就是小明也是 到處去遊走 他也是下單 但是真的要他站出來的時候 他就是又穩又強 該站出來的時候 也是很強的那種感覺 所以 在這段競爭的過程中 在當下的時候 你會覺得 其實我也還行 但是反而離開 然後看到人家成長以後 你才會有那個感受 是我離開之後 我突然變得很強 就是確實跟我那時候 看他第一 就是我在旁邊看的時候 差很多 然後我突然就 我那時候就有想起 因為你說他是下單 我就想起小虎那句 而且因為他很長 是一打一 因為確實你在小虎一打一 你能不能贏 你完全就是個人操作 這很關鍵 所以我才覺得他真的很強 然後小虎那句話 就讓我覺得很有道理 後續又印證了他的話 對 了解 我想問的是說 你在RNG的那段期間 因為其實 剛好又遇到疫情 你也回不了家 然後你自己一個人在上海 又遇到了板凳替補的這件事情 當時 你是有真的覺得說很低潮很失落 然後有人幫助你一起度過那段時間嗎 還是說你其實 一貫的保持你的很理性的這個心態 就是去審視自己 然後讓自己進步 當然我就是 看我哪邊需要進步 我會去加強 但我這個人的心態就是 就是 就算我 就是 我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 就是 今天真的我不行了 那我就走唄 真的喔 對 雖然我 就 不是說我有這種心態 我就不會好好打 就是 我當然也會好好打 但是 如果說我真的打不了了 那沒關係我也不打 你也不是那麼強求的人 對 就是反正我 我覺得我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要不然我就先休息啊 哈哈 了解 我不會把自己逼得太死啊 那在LPL 也是征戰了這麼多年嘛 然後當然除了 可能不管說成績有沒有打出來 但一定交了很多不錯的好朋友 就是好戰友 有沒有誰到現在還有聯繫啊 或者是印象比較深刻的 前陣子 有跟小虎 稍微聊個天了 哦 對 但小虎也算是 嗯 比較少話的 哈哈哈哈 老朋友的 對 然後 其他的我覺得 就是跟AL的吧 對 後來我跟AL的兄弟都 但是感情非常好 嗯 就我們都還是會聊天 而且我們 有自己的 有一個群組 我們都會 稍微聊天啊 然後分 分享一下現在版本啊 什麼情況啊 是 因為我知道 像是 可能他的比賽 像是球球啊 小浩啊 其實也都會很關注 嗯 然後去年他剛夏季賽回來嘛 那時候原本BYG 他們都很期待看紅紅衝擊一下世界賽 哈哈哈 對不對 那時候沒有打到 其實他們都也 我也會跟他們聊 嗯哼 他們也覺得挺可惜的 欸那你這次在PCS奪冠啊 有 他們有來催你一下嗎 有啊而且我們要去成都嘛 嗯 然後其實 之前我 就AL 其實有很多都是成都的 哦真的喔 哦真的喔 對他們很多 因為他們 是那個手遊的 哦 成都超完會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就是有時候如果我去就 我們就去吃個飯啊 之類的 哦所以他們還要特地去找你 嗯 選手應該沒有 就是我說他們後勤 他們很多後勤都在 然後我跟他們後勤 也的關係都滿好的 嗯 那你會請客嗎 到時候再說啦 哈哈哈 要好紅請客很難你知道嗎 到時候再說啦 沒有因為在他身邊太多 這個年薪比他高的人了 就可能 欸後勤欸後勤欸 欸說實話對啊 理論上你應該也是賺的比小畢姐多 理論上肯定是啊 你有請過小畢姐吃飯嗎 理論上肯定是啊 多的是啊 你少啦一次就一次 就一次 OK 欸為什麼這麼不願意請客 不會啊我們不會不願意啊 不是他可能願意請年輕妹子 但不願意請我 25歲以上的不請 沒有啦 小畢姐現在要吃什麼 走啊 哈哈哈 預算150啊 預算是150 欸麥當勞不錯 這樣子 對 OK那欸再回頭看這段LPO的期間 其實我剛剛覺得有一個蠻有意思 就是我們都覺得電競可能年紀越大 反應越慢了 或沒有那麼專注啊 傷病啊等等的 但你覺得你現在 比你20年的RNG的時候還要強 對 你覺得強在哪 嗯我覺得更多是 有了自己的想法 然後 玩遊戲上的風格 我覺得也改變了非常多 就是我變得是比較 就我現在越來越懂我自己該在哪邊 就是我的定位 現在這個團戰的站位 跟我需要做到哪些 我現在得做到什麼才能贏 是的 更清楚了 你覺得LOW的選手 年紀影響多多 我覺得LOW越來越 不看年紀了 因為他需要學的東西太多了 實在太多了 需要 反而是需要時間去累積啊 對 就他已經進入到一個 因為他角色越多 那變成你是 你越有經驗的人 越有優勢 那你一個新人進來 你要練100隻英雄 你得懂100隻英雄的技能 你得知道他的技能CD 就是很難 嗯哼 所以說我覺得越打越久 是會有優勢 當然快到30了就不說了 欸 幹嘛啦 暗示誰 幹嘛 快到30了可能 說只要跟不上 其實我覺得你看像Faker 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他年紀大 他還是保持一個很好的狀態 人家96年欸 對 而且我今天聽那個 要去成都了欸 他還沒有30啊 對對對 BB有說過吧 BB說其實他覺得年紀 欸我不確定是不是BB 好像不要這樣 我聽某一個這個成名的選手說過 他說其實年紀根本就還好 他沒有覺得隨著年紀長大以後 真的反應力退化或什麼 但是確實有一個點 就是 以前在電腦前面打個10個小時 11個小時沒問題 但是年紀上來以後真的沒有辦法 對 你會有這種感覺吧 我會有 而且我覺得選手 確實要把身體顧好 嗯 我覺得 更多的不是說你久做是 其實個人習慣就不好 是是 我覺得選手應該滿多自己個人習慣就很差 就可能本來就在熬夜的人啊 對就是 亂吃一些不營養的東西 你不打rank了 你不打訓練賽 你回去躺在床上看手機 對呀 也沒有好好休息啊 對對對 就也不能說是職業導致你 就個人習慣 就有啦 是有 但更多的是你不自律跟有的沒有的 就很多個人習慣 隨著現在大家慢慢的就是 呃 英雄聯盟職業選手年紀都越來越大嘛 整體平均年齡一定是往上的 然後再來你身邊也有很多大齡選手 包括我們是 嘎傻舌舌其實都算是 嗯 你們會有交流過類似這種的 怎麼在可能BO5決賽的時候 打打起精神的這種東西嗎 就是那種感覺像老人的 副健 對那種養生養生的那種 其實我們沒有討論過這種 但很常我們會說 啊感覺身體又 身體又不行啦 哈哈哈哈 而且跟 舌舌跟他聊 就是我覺得 身體很重要啊 當然當然 但我真的 可能再也不太能熬了 對 我也真的聽過一些選手 就是可能會講說 可能到 第四第五把的那個專注集中 跟還有就是 體能的這個討論 就是我覺得還是是真的會 可能 一定會有差 對還是有差 對是的 會有影響 所以你 但你還是不願意運動啊 我把自己過得很好啊 所以好 那既然聊到這個 你對於自己保持自己的身體 精神狀態 你有付出什麼努力 我其實沒有特別為了這個做什麼 但我就是 我現在比較少吃垃圾食物吧 我就是吃的比較乾淨一點 因為我現在也覺得 身體確實不如以前了 你看 對啊 對啊 就某一天開始覺得 你精神也沒有以前好 是不是 那你剛還在 對啊 就是我有想辦法讓自己 做稍微改變 你一定不會覺得自己遊戲打得變菜 但是確實在經歷上面會有差 會有 對 而且我以前 尤其是在閃亮的時候 都可以玩得很晚 那個時候年輕啊 對 那時候真的是玩得 太晚了 然後現在 讓我玩到就是 12點 說睡也不一定 但就是我得 停止在打樓了 哈哈 就是我可能得休息 對 不然身體 真的會不舒服 而且 就是我左手會痛 就如果我 為什麼是左手 按A按太多 沒有就是 我覺得在AED可能都會有 因為現在你如果玩哲立 因為哲立 是一直要按Q 我其實 不太有傷病的 但我如果玩哲立 玩太多 會有點那個 不然我就會開始痛了 我不是有一點 是我會直接開始痛 英雄聯盟設計師有聽到 對 我會按的這邊 然後我就 我看我真的不能再玩這支 你按Q是用小拇指按嗎 你是小拇指按Q的人嗎 我現在要有健康 應該是五名子吧 我也不曉得 就反正會按的 然後整隻手就開始痠痛 麻了 就有一點麻 嗯哼 但平常只要我不玩 其實不會有 天啊我沒有想到 我們今天這個訪談 搞得像養生節目一樣 但是好像真的來到這 因為你的好隊友 Maple 也是有一點傷病的 他更嚴重 他多的是 他很嚴重 他多的是 整個腫起來 對啊 那盧雨虹我們可以約定一件事嗎 因為畢竟現在我也是你的經紀人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約定一件事 每天運動 從15分鐘開始 好了啦 我現在 我現在想辦法就是 盡量站著 就是我有空閒我就站著 對對對 站一站走一走 小畢姐我說認真的 感覺你應該對不對 拉個群組 然後裡面就是你所有的選手 然後大家約好 每天可能 訓練賽完 然後監討完 沒有人理我嗎 然後呢 你看所有選手應該多酷 然後大家就開始視訊 然後開始 1 2 3 4 你真的想多了 我覺得大家為了看 你代操都會來 沒有他們也不會想看 我一定去 只有你跟我 沒有人想看真的 沒有人想看真的 沒有啊 不是 但這個真的需要啦 因為之前我也跟Carsa在聊 這個就是 稍微每天要動一動的 這個話題 我覺得其實還是蠻必要的 有有有 對對對 還是需要的 我覺得不能做太久 就是 一定要 站起來 走動一下 散步個步都好 你甚至去 跑個步什麼 走路一下散個步 呼吸新鮮空氣什麼都好 跑步可能就會有點 太強求這些電競 哈哈哈哈 我覺得就是走路就已經很棒了 走路就鼓掌 他不要再 因為現在大部分 應該說 應該都是 就5點7點就會有個休息時間 對對 就不要再坐著 嗯 我現在那個時階段 我也不太坐著 就是反正走走 對 吃完飯就走一走 這樣其實就不錯了 就不要再坐 我覺得真的 做久了 也給一些年輕選手 如果有在收聽我們節目的話 一些建議就是真的 從年輕開始保養 大家都站起來走一走 真的要走一走 不要再坐了 哈哈哈 結論就是不要再坐了 還是我們節目等一下站起來路 OK好 聊到這個話題 突然很有感一件事情 就是 我相信每個人的家長 就是 至少我媽 就是他看到我就在用電腦 他說 大神你一定要就是站起來走一走 不然你老了 你跟我一樣大的時候 你會怎樣怎樣怎樣 剛剛這段對話 很有給我這種感覺 你有沒有回憶起 可能在曾經哪一個年齡階段 有誰跟你說過 你真的要站起來走一走 不然你會 之後會很慘喔這樣 其實在閃亮的時候 好像就有過這種情況 因為閃亮之前有找那種 運動老師 有有有 對啊 然後就讓我們去運動 但其實大家都 不太情願 很敷衍 你知道最後成功是怎麼樣嗎 我們直接找Karsa的親哥哥 來公司 帶大家做操 然後教一些 就是肢體的那種伸展什麼的 大家必須給面子 畢竟是Karsa 他哥嘛 對 是的 不過我覺得 真的 願意一直持續的 應該沒有 是啦 我覺得堅持才是最難的一件事情 啊結果現在反噬了嗎 我覺得一定是反噬 一定反噬啊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 唉不用跟我講這個 而且我跟你說 盧玉宏 真的他那個態度一模一樣 就是不用跟我講這個 然後他肚子超軟的 他就是一個肚子軟綿綿 像棉花一樣的 我還那麼年輕 對 現在 OK 毛病開始多起來了 對啊 這邊痛那邊痛 OK 開始要注重 這些 如果還想要維持自己 更久遠的職業生涯 欸對啊 如果讓你來看的話 你如果稍微現在開始保持一下 你覺得你還能打多久 嗯 我感覺就是我還能一直打下去啊 不過 怎樣怎樣怎樣 打不打下去 其實沒有 我說能不能打下去 其實有很多因素啦 嗯 對我們不考慮這個遊戲會不會量啦 我們就是說 你自己的身體狀態的話 那一定可以打很久 我身體很好的 你現在又變成身體很好 很亂 到底好不好 就是 雖然有 再動但還是很好啦 你懂嗎 哈哈 就不是說那種已經 喔已經不行了 對 了解 現在開始好好調養 是的 而且盧宇宏是個聰明的人 我覺得他如果真的想要繼續打下去 他一定會做出一些調整啊 就像他說可能吃的乾淨一點 健康一點 走走路 走一走路 好啦那畢竟話題還是要聊回來 我們這是個電競節目 不是一個養生節目 感覺桌子底下要開始賣藥 所以這一罐為福利 OK好 那我們就是剛剛時間線來到 就是你LP有打完 然後回到PCS 時隔多年回來 而且那個賽區的名字也變了 從LMS變成PCS 有什麼感覺 其實名字的改變對我來說 我沒什麼感覺 主要還是說 回到了原本的賽區打嘛 然後也算是有種回到家裡 就是比較輕鬆 而且 就是可以跟更多 平常見不到的人 見面 然後像是我家人啊 什麼的 就是整個心態會比較好 因為 之前在LP有時候也遇到疫情嘛 就是 就是 心態其實都是比較 有點不好的 因為疫情其實影響的很多 嗯 對 然後回來之後就是 因為 疫情過 我已經很久沒有回到 這裡了嘛 然後就是 聊了很 跟家人也是聊了很多 然後也見了很多人 就是覺得 心態 有比較好一點 是 對 回來當然可以見到親戚 朋友家人很開心嘛 然後 呃 講的就是這個 那種熟悉的台灣腔最對味 那除了台灣腔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更對味的 就是今年你又再次跟Maple成為隊友了 嗯 是不是那個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感覺 嗯 就是他還是很屁啊 是 對 還是很屁 講話 確實也 還是 那種十七十八歲的感覺 但 就還是蠻有趣的 然後 跟他打也能看得出他其實 之前我覺得他 狀態下滑很多嘛 但 今年我覺得 不知道是因為我有加入還是說 我們整體的實力有上升 就是我覺得他 有種讓我覺得回到我這間閃電狼 跟他同對 那種carry的感覺 對 那我好奇 因為你那個時候說閃電狼其實 戰術犧牲 很戰術犧牲 其實是 在你的職業養成前期 給了 沒有讓你看到那麼全面 AD能做的事情 那現在你在跟Maple合作 沒有這樣的狀況嗎 他不會又要吃走你很多資源嗎 嗯 現在的玩法 因為我會更多的表達 我現在 需要什麼 其實我覺得 算是有比較圍繞著在下路打 然後因為 楓堂的風格也算是比較 他是看英雄來做他的風格的決定 像 因為他現在版本比較主流 目前版本比較主流 就是可能是比較 要打架的 然後跑線的 那他就是會來想 阿里卡馬 對對對 什麼 延續 對 就是這種資源的 那相對來說 在下面 那我肯定是會 接受到比較多幫助的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版本都不太一樣 但是 不一樣的 就是說在你身上不一樣 就是你會去說出來你要什麼 對 如果今天的版本 就是下路要拿功能的 其實你也OK 對 但是你會去表達 對 這是最大的不同 對對對 這是跟我之前 帶來對我比較不同的情況 嗯 那會有一種 你披進去LPL 征戰 對於我們的這個 PTS賽區的來說 是一個比較 特別的一個經歷 那回來有覺得說 我把這些經驗帶給你們 我是老大哥 我帶著戰術來的這種感覺嗎 嗯 其實這種在 我覺得在PYG的時候 比較有感覺 就是我像是可以教他們 比較多的東西 可以告訴我 知道的一些遊戲理解 但我覺得到了PSG 因為其實PSG就 也不中路不用說嘛 然後再加上 俊賈也是LPL回來的 而且他本身 對於遊戲的理解 一定是很好 因為他長年都是韓服非常高分 而且他也很常上第一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在PSG其實 需要教有不多 再加上教練是科技嘛 對 我覺得科技 給予選手的幫助很多 然後BB上的幫助也很多 嗯哼 所以其實 我只需要做好 我該做的 然後再加上 我可以教輔助 更多 Woodie 我們都叫他寶哥 其實就是 跟他打 就是我教他一些對線上的東西 他也馬上能理解的很快 那Woodie也打一陣子啦 對 其實 Woodie跟我一開始的想法差蠻多的 因為我一開始看 譬如比賽我覺得 鮑哥都在 很常在送頭 對 然後我加入之後 他也蠻多那種 比較神奇的死法 但是 我覺得他那些玩法上 除了這個 其實他玩的都蠻好的 我跟他配起來 我覺得他蠻強的 對 應該是說有讓你也感覺 明顯到的 進步很多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我們都是在 慢慢的進步 對 講到就是ADE這條線 當然很重要的是 輔助嘛 搭配過的這麼多 輔助選手裡面 你自己覺得比較有印象深刻 或是 特別想提的是誰 其實我搭配過的 都算是 實力都很強 蛇蛇嘛 然後 鳴 這算是比較有名的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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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深刻嗎 但是 我算是跟他很好 關係很好 感情很好 沒有 他的玩法算是 很願意犧牲 嗯 他算是比較 跟我遇到的輔助不太一樣 就是 他是那種 他覺得他的死無所謂的 然後他 來幫你打 更多的控制 對 然後我覺得印象最深刻 是小明吧 他算是我對 我在下路的定位 有改變的一個人 就是他 是 啟蒙 對 他的畫面裡的AD 就該長這樣 所以 為什麼我那時候會覺得說 就是我可能打不好 是因為 他的畫面 跟我的畫面實在差太多了 他 想要的AD畫面 是我那時候做不到的 所以其實 變相的烏之也還是教你 烏之教小明 小明在教你 你算是再傳地址這樣 可以這麼說 對 可以 不過我覺得他教的 我算是都吸收到了 然後就覺得 他教的其實也蠻對的 就是在如何讓AD這個位置 變得更大的優勢 這方面他做的 我都覺得他做的很對 嗯 是 OK 那 在聊回PSG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們今年其實在例行賽 雖然你們最後是奪冠了 但在例行賽其實是 稍微有點小亂流 你們先後輸給了CFO跟DCG 那當時是有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你們又做出了 怎麼樣的調整嗎 算是 因為那時候也是剛加入不久 然後我覺得我們那時候在 選角上面的順位 跟理解錯蠻大的 對 就打不過CFO在那時候也是蠻合 因為我們的選角跟 就是遊戲理解就是不如對面 而且那個也是 算是比較改版初期 很多東西大家也還在摸 然後你們理解還沒到這樣 有些英雄 就是他們其實早就打過了 但我們不知道 然後他們用了他們熟悉的那一套 打我們這一套 那我們就打不過 所以這個東西在季後賽 其實等了 等於大家又打了半年以後 都大部分都調整過來了 對 就是打了比較久 大概了解了 對決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 亂流就比較少 其實打上DCG的時候也是 因為 其實我覺得打上DCG的時候 跟打上SHG的時候 感覺有點像 因為他們 他們總是玩一些 比較特別的 然後非主流的 就是他們不跟著版本的 但也因為他們不跟著版本 所以打他們其實比較辛苦 那你自己在今年來講 因為CFO有你的 也是老隊友兩個人嘛 你會覺得對上他們是你那種 就是覺得更不想輸的感覺嗎 還是其實都還好 就是我們都是五分之二打五分之二 對 我沒道理輸 但是他們還有事業 就是對上他們 就是很想贏啊 就其實 就是大家可能不說 但我覺得心裡就覺得 這就是證明是誰在carry 證明體 當然不會明講說 但心裡就可能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 那時候就是我在carry的感情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這個表情 你有看到多得意嗎 這集有錄到 那時候輸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輸完就 唉 我 我們那時候輸完 然後我們回PSG 我說 唉 C位打不過 我們就在那邊 就我們有點開玩笑 然後 我是對著阿智講 唉C位打不過服也啦 哈哈哈哈 對 然後後來贏回來我就說 嗯 這才對嘛 C位還是比較重要 C位就該贏 對對 C位就該贏 有點開玩笑這樣講 是不是這樣 所以 你跟Purosis的Casa 會去交流 這些東西的勝敗嗎 當然不會 挑侃一下 不會 畢竟輸的大家情形都不好 是的 也是啦 但我跟你講 大家講的話都差不多啦 應該就是 我們已經訪過太多了 對對對 那你們奪冠之後 當然馬上就是 成都MSI 除了去找成都的老朋友吃飯之外 有沒有什麼期待 或覺得要做到的事情 當然期待就是 拿到更好的成績吧 因為我覺得我們 這次 我覺得我們狀態很好 因為我們訓練賽的時候 其實贏了一些 我原本覺得我們 可能會 可能被6比0的隊伍 然後我們也有贏 就是 就是我從這方面 因為我是一個 我不會突然就有自信 是 我得透過 訓練賽 就是起碼 而且訓練賽 雖然輸了 也沒關係 如果說內容是很膠著 然後我們再輸 代表 如果是被碾壓 我就知道完了 沒機會了 但我們是 打得有來有回 就會讓我覺得 這次應該很可以 很有戲 OK 這是一個依據 是MSI打的版本 是14.8 好像是14.7還是14.8 14.7 那對於現在這個版本的 一個生態 或者是說 就是說你自己的位置 好了 有沒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時候我們哪個觀賽重點 我覺得這個版本 其實下路就還是 不會變太多 就 首先就是 克里斯塔 克里斯塔 然後法洛斯 這幾個打線搶了 然後哲利 賽納 對 然後再從這些 再變出其他的花樣 因為這些角色 經常會上ban位 對 然後 其實有些AD被ban完之後 其實現在 因為現在中路之前 被全球禁用的沙皇 也可以玩了 所以說現在中路 又有點回歸到 中路式大法師的版本 所以說版本 一變動 那你的 隊伍內的C位 就會變得不一樣 就你可能需要 可以拿功能 對 可能某些路 轉成功能 某些路變成C位這樣 嗯 都不好說 很期待 很期待 感覺會很好看 你會一下飛機 就立刻想要去吃 什麼東西 吃火鍋 我超想吃火鍋的 超想吃 但我覺得我現在吃不太了辣 哈哈 從我 回來之後 我感覺 因為我已經很少吃辣了 你以前在上海吃很辣嗎 吃的很辣 因為 所以 那時候 在A樓 然後A樓 四川人多 對 因為A樓 他們在成都 吃的好辣 然後 後來就吃習慣了 對 然後回來之後 回來的時候 也是有稍微吃 那反正這邊 吃起來的辣都 比較一般 不得勁 然後我就 開始經驗的不吃辣 然後我現在吃辣 稍微辣一點我就要辣肚子 那你真的 那你真的 真的別吃了 我就覺得我去了應該 畢竟是去打比賽 不是去旅遊 對對對 注意一下身體 但我之前去過嘛 然後他一大碗 然後你想要跟他 要一個不辣的 他就給你這麼一個小 就一個大的 中間一個小的不辣 中間一個小的不辣 他可能有點看不起吃不辣 哈哈哈哈 小小 你只能算那個一點點 對 我們那時候去重慶打 德馬西亞杯那一次 對對對 好恐怖啊 那個全是辣的 而且是 你應該是跟我一樣吃微辣的那一鍋吧 微辣就 微辣就 微辣已經丟滿那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微辣已經就是 吃不太下了 都是辣椒的 對對對 他全部上面是辣椒 你找不到肉 對 講到吃這件事情 就是你曾經 瘦得像韓國明星 你知道意見剛來我們節目 我們問他說 PCS誰最帥 他第一名說CASA 第二名 竟然是你 而且他說你很韓氣 他是看到什麼時候的照片 我不知道 還是他認錯人了 Betty 反正他說你 OK 那你對於自己的這個體重控制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我得先說 就是一鍵真的很帥 哈哈 就是帥哥 商業互追 你現在是那個 就是帥哥是有共識 互相欣賞 你可以問 誇張 就是因為你的這個體重變化 也是比較大的 你是怎麼體重控制的 或是有在運動嗎 飲食控制啊 還是有為了誰啊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我的身體 我只要少吃一點 我就會瘦得非常快 瘦超多 然後我只要開始吃 我就是負胖得非常快 但是他的那個吃是食量很大 他可以吃 我吃起來就會吃很多 他可以吃一般人的可能三倍 然後我要是不吃 我就是真的吃很少 對 其實我 是算是已經減了 我在L的時候 我有減 我在L的時候 我已經快要胖了一百了 公斤啊 所以你是那個時候有刻意瘦身 我發現 我真本的這樣 哈哈 是伙食太好吃了嗎 也可以說是這樣嗎 因為 大家都會一直找 吃宵夜 對 尤其是 什麼JJ啦 球球啦 超喜歡 就是 但他們瘦欸 對啊 所以我就 都胖在你身上 然後就找我們 然後我們就 每天都一直去吃 那時候我就胖了超多 然後後來我就 減 我這個人 我減肥 我 因為我沒什麼耐性 我就減肥 我就會 想要減得 速成 對 趕快看到那個數字掉下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 因為我很喜歡看一些 比較特別的影片 然後他就 上面有說什麼 你不吃 斷食 對 他說斷食 然後我那時候看 他說斷食 然後他有什麼斷食 一天 斷個兩天 斷個三天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試一下好了 就我覺得想說 試一下 然後我那時候就 大概 有四天沒吃東西 那只喝東西嗎 四天跟五天吧 對我只喝 你怎麼忍得住啊 不會胃痛 而且那個會滴血壓啊 滴血壓 那時候已經是秀賽期了 我想說反正秀賽期沒事 我整天都在基地 我就試一下 然後我覺得 滴一兩天的時候 比較痛苦 第三天之後就不太痛苦 就不想 這真的就還好 就真的還好 我覺得好恐怖 五天不吃東西 對然後後面就開始吃 那你其實是不是說斷食呢 我掉超多 是健康的啊 呃好像說是 清腸胃之類的 對啊對啊 排毒 對 但我其實也沒有學過這方面 我也不知道 都是網路看的 不要亂斷啊 我也就是試一下 哈哈 就你那個斷五天瘦幾公斤 起碼快死吧 我也不曉得 反正 五天瘦十公斤 而且 很不健康 反正就是我就是試一下而已 那還怪你會腹胖啊 對啊 這種瘦法 所以因為我瘦 就是我通常瘦都會是 以我不吃瘦的 所以我就會瘦的很快 然後我腹胖其實就是 也很快 其實幾天內就可以回來 我只要吃個火鍋 可能就一次就兩公斤 這樣吃 牛排也跟我說過類似的 不過牛排很有空間啦 這個他就是兩公斤 對他來說就是水的事情 對對對是的是的 對啊 OK啦好 那你自己是有在 就維持自己的外表嗎 在意這個嗎 現在 現在有 這個所以是控制體重的 一大原因嗎 對 就感覺你現在都那麼帥了 你瘦下去感覺不得了 所以我 你這個是真心在吹耶 所以我才 不能瘦下來 欸 不要不要 我們節目變調 我到底聽到什麼 就是你在尬吹 然後他當真了 對 節目變位了 真的 ok ok 好那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想問 就是你剛剛前面有提到 你本來 這個問題會不會跳通太快 但是呢 你本來有提到就是 你覺得你自己是天賦很高的選手 然後呢你會看到一些 你覺得真的很強的人 譬如說物資 譬如說成長後的Gala 有沒有就除了他們以外 或是你在描述他們也可以 你覺得天賦非常高的人 就是讓你羨慕嫉妒的那一種人 有嗎 其實我感受最深的 還是就是算是Gala吧 就是我 因為我是真的 有跟他待過 然後我也是有看他玩 近距離看過這樣 對就是 這樣會讓我感觸比較深 就像是 但如果你說閃電狼 那就是他們後來 有的奪冠嘛 有的亞軍嘛 那其實我感觸沒有那麼深 我知道他們很強 但是我沒有看著他們的那種感覺 哈哈哈哈 那Gala就是我 就是那時候看就覺得 還沒有那麼 但是我一離開就 整個都不一樣 到了MSI 就拿了很多個冠軍 春季啊 現在什麼冠軍 其實當然 我覺得這個是屬於事後諸葛 但是你會覺得 如果MSI 他們奪冠的那些年 同樣是你是那個AD位的話 嗯 你做得到嗎 一樣的隊友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是那時候的我 可能沒有辦法 嗯 對 但我會 如果那時候我會好好當替補 在替補拿冠軍 哈哈哈哈 我會 第六名冠軍 第六人冠軍 也是冠軍 是的是的 我會替補好好的 替他們加油拿冠軍 我覺得路雨虹是少數那種 當替補選手 不是充滿怨念的那一種 人 但不是說他們有求勝心 而是說 他會用 在那個位置 去看自己能夠多看到一些什麼 多進步一些什麼 的 比較特別的一個人 我覺得 嗯哼 我覺得你也蠻誠實的 舉例來說 給你選 今天呢 假設 我們就說這個21年的RNG好了 上Gala 會拿冠軍 然後你是替補 看著 從替補看他們拿冠軍 或者是 你自己上去打那個決賽 冠不冠軍不一定 但是你可以上場 你會選哪一個 我一定不會說我會上 因為那個實力就是不一樣 嗯哼 那個就是 就我就沒有他強 那時候 我就覺得我沒有他強 那我自然沒有上的道理 嗯哼 對啊是這樣 嗯哼 很利性分析 如果我比他強 那我沒有上 我就會覺得 不對 這就不對 嗯哼 了解 是的 不錯 那這一題雖然你回答過 我也不知道 過了大概半年 你有沒有新的想像 但是還是想問就是 電競對你來說是什麼 嗯哼 我覺得電競對我來說 就是 是我一個人生目標吧 目標 對 就是 如果說我現在 沒有了電競 就有點像行事走路一樣 就不知道要做什麼了 就沒有了目標 就是感覺什麼都 沒了 對 就是如果我現在不打 而且 不在這些年 再拿個好成績 就覺得好像很空虛 嗯 你現在的目標是 在拿個世界冠軍 就當然啦 就是應該說是任何比賽 都要拿到更好的成績 跟冠軍 就是這樣 了解 哼哼 其實我們 曾經的聊天 他有問過我說 是不是不要打了 曾經 對 那那個時候我記得 我跟他說 我說盧宇宏 你不打太浪費了 你的從裡到外都很適合 繼續當選手 因為他其實就是有 大心臟的那一種人 他小時候那一次 在閃亮被禁賽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跟我說 洪洪 你比很多選手更大膽 這個的大膽是 呃 是可以把你往好的方向走 你也有可能走偏 所以 我很希望你可以繼續的 往好的方向走 因為我覺得他的成就是會好的 真的是必媽耶 沒有 真的啦 真的啦 因為他是 真的不太會 雀場跟 有所畏懼的那一種人 我覺得 而且他是真的理性 非常理性的一個人 就像剛剛他自己的一些分析 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能會 看盧宇宏 現在是這麼的了解自己 這麼的有自信 這麼的好的這一面 但是 其實他也絕對質疑過 懷疑過 沒自信過 我覺得這個是 畢竟因為他已經走過來了 但是 就是只有不斷的堅持 才可以把自己 往更好的方向去走過去 這樣子 前進 對 所以電競對洪洪來說還是目標 其實我覺得聽到目標 蠻 蠻熱血的 蠻熱血的 因為其實在我們的這個訪談中 呃 大部分都是 已經比較在 電競裡成名已久 其實你自己也是 所以大部分人的回答都可能會是 人生 啊或者是 就是陪他已經度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東西了 但是在洪洪的心中 電競依然是目標 我覺得很熱血 對 對 還有衝擊 還是到衝擊波的感覺 嗯 嗯 OK好 那有沒有什麼東西 你自己想說還沒 我們沒問到 你想說一下 補充一下 就希望 PSG的粉絲跟 GZ市面亞的粉絲 可以替我們PSG繼續加油 然後我們會在MSI 拿到更好的成績 OK好 感謝今天洪洪的來訪 然後喜歡這一集的 聽眾朋友們 幫我按讚 分享 訂閱 小鈴鐺 五星好評 我們是GG斯比達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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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